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部足球快訊 二甲第30輪做一場國族將會在星期二凌晨上演 由國際米蘭主場迎戰印波里 這場賽事M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國際米蘭目前遙遙領先在積分榜上 反觀印波里是護級的分子,兩隊實力差距懸殊 所以今輪國際米蘭主場贏球應該是沒有不勝的理由 國際米蘭近期狀態有所回落 先是在歐冠聯16強次會合不敵馬替會 接著上來聯賽又被拿玻璃迫和 屬於兩將降賽事不勝 除了歐冠聯出國米今季只剩下二甲一條戰線 接下來就要專注聯賽爭冠 目前國際米蘭已經領先 打了今輪比賽牌次席的AC米蘭多達11分 如果順利球隊4月份可以提前捧杯 就算前鋒拿特羅馬天尼斯最近陷入四張降賽事入球方 但他已經憑著23個聯賽入球在二甲射手榜上帶頭 他過四次與因波利交手入三球 相信這話根廷射手經國際比賽調整後 會重拾他的射門鞋 另外穩健的防守就是國際米蘭取勝之道 二十九輪聯賽只是失十四球 看歐洲五大聯賽只有他們這麼厲害 麥不透風的防守今輪他們有機會劍指勝利 陣容方面後衛總安古拉達道、史提芬、迪華積和前鋒阿拿奧道衛要相決 另一別因波利一月中下巡至二月中下巡期間 跟他們經歷今季二甲最光彩時刻 一度取得三勝三魔不敗 去到三月份後狀態急劇下滑 連續輸給卡利亞里、A.C.米蘭、波羅尼亞 處於三連敗打擊,進攻點一球未入 而目前欽波利在二十九輪內有二十五分 五童先賽了金輪比賽 暫時為力積分榜尾三的廢身龍利是持平 看到目前他們面臨著比較大的呼吸壓力 金輪座下國際米蘭一仗他們有機會提前打定輸數 雙方過去十二次在二甲上碰面 他們取得一勝十一負 超過半數場次都被零封擊敗 面對對手同場鐵壁這麽強勁的防線 他們似乎沒什麼辦法 人腳方面中場尤素夫馬列要坐球監 後衛伊布希有傷在身未能出戰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